周金嘉义红 台北报道 离日拖到现在根本就是刻意的 他们质疑台北县政府行政不中立 站地上千平 看上次 原本以为顺利借到场地 突然传出遭到县府拒绝 气得幕僚跑到体育处理论 因为我们很担心借不到场地 所以我们一大早都六点就请公布森来排队 那果然让我们拔得头筹 这五都的选举到处都在耍这种场地刁难的小动作 这样更让人家觉得说 选情是不是真的告知 小英阵营这么气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早在九月透过议员询问场地租借规则 也按照规定在活动前一个月 也就是十月二十五二十六号 依法提出申请 明明抢到头箱 县府当时也没说不能借 这个月八号突然喊咖 让当初申请的议员简直气炸了 他又说非盘的训练活动很重要 很重要又不在 这个体育处的年度形势力里面 一再的在议会保证 他会行政中立 结果他下台的时候 这个身影不但不漂亮 还没下台 就已经变成朱立伦的傀儡 我觉得这个周期也真可怜 竟然是说要优先保留给朱立伦正宁 那么假如县府的官员有这样的心态 或者上级有这样的指示的话 什么叫做优先保留给朱立伦正宁 县府引落最晚九号中午给答案 绿营也扬言不提出合理解释 不排除向监察院 陈琴提告 三立新闻林中心 王彦均台北采访报道 而蔡英文跟朱立伦 今天分别到板桥跟平林车队 扫街英伦格